新闻时事报 伟年播报 法国法院今天拒绝接受西班牙以攀乱罪名引渡加泰隆尼亚前主席普一格蒙特的要求 并同意这位上个月入境德国后被捕的独派领袖保释 西班牙政府表示尊重德国法院的决定 普一格蒙特上个月入境德国时因为西班牙发出的欧洲通缉令遭到逮捕 他因为推动加泰隆尼亚于去年10月举行遭禁止的独立公投 遭西班牙政府指控犯下叛乱和贪污等罪名 法院发布声明说法官认为就叛乱的指控而言准许引渡并不合法 因为在加泰隆尼亚举行公投时普一格蒙特并未涉及暴力行动 依据德国法律他的作为不该受罚 但法官也认为普一格蒙特仍可能因滥用公款罪名遭引渡 只是尚需在今后几天或几周澄清某些事实 如果普一格蒙特能达成法院订定的条件 包括付出75000欧元保释金即可获释 法院解释说虽然有潜逃疑虑 但因不允许以叛乱罪名引渡他 潜逃的疑虑已大为减轻 不过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法院发言人表示普一格蒙特获释后 未经检方准许不得离开德国 并需每周赴警察局报道 目前还不清楚普一格蒙特何时能离开德国北部城市 新明斯特的拘留中心 他在3月25日被捕后一直遭关押在当地 去年10月在加泰罗尼亚举行了 被西班牙政府视为非法的独立公投后 马德里解除了该自治区政府 以及普罗格蒙特的权利 西班牙检察机关以叛乱等罪名 对普一格蒙特等独派领袖提出起诉 之后被规避逮捕普一格蒙特等人出走比利时 普一格蒙特3月时在德国的 什勒苏伊格和尔斯泰因州被捕 他当时刚从丹麦进入德国 逮捕的依据是一份欧盟逮捕令 普一格蒙特在德国被捕后 巴塞罗纳上万人走上街头 这期间发生了警民冲突 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